Hello,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驚奇 我終於回來溫哥華了 我們上去看我自己的頻道的頁面 之前的幾條片全部都是香港 我們終於回到溫哥華了 媽媽就好了,跟我們一起回 現在重拾工作的狀態 最重要是沒有錯過我最喜歡的秋季 所以這條片跟大家看一個未介紹過的發展商 未介紹過的樓宇,還有未介紹過的單位 還有我們可以看看秋色 其實溫哥華的秋天真的很漂亮 是Carrie最喜歡的季節 我覺得比春天更漂亮 因為春天沒有那麼多黃葉 只是有些櫻花、不同的綠色 但是秋天如果天氣好 你看到這個地方不是太多紅葉 但你看到很多很多黃葉 Vancouver的方向就開始有些紅葉 也很漂亮 其實很多朋友經常會問我 我什麼時候來溫哥華玩什麼 有時候都不知道給一個什麼 的方向和建議大家 我覺得秋天很漂亮 但是秋天不是每天都有這個晴天 所以今天看到晴天 就馬上出來拍片和大家分享 其實很多時候秋天都會陰雨連連 又到 其實是御湧了 前幾天在香港還很舒服 好了 看完這個秋色之後 待會出露台再跟大家再看 我們今天分享的這個區域 其實是Brandwood 但為何說Brandwood片 我做了很多個 但之前沒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這個挺帥氣的發展商 還有做工、物料、用料都挺好的 發展商的名字叫Sotera 座樓的名字叫Bordeaux 它的地址是4488Journal 它是屬於Brandwood 我們平時很多次看的 樓盤之前看Amazing Brandwood 看Solo 看Honkart Brandwood 都會在low heat上面 很繁忙的 你會很多時候看到sky train 走過很多人流 這座樓的Bordeaux 它是屬於 Low heat Skytrain那條軌道 多下兩條街 在Solo的屋子 再多下兩條小街 我們面向南邊 就是Metro Town 它屬於Daisy 所以這些樓的高度 都沒有Amazing Barrel 60層那麼高 但整個鄰居就會很安靜 很舒適 我們現在看出去 就看不到sky train 因為在我們後面 這一邊 這一條就是Willington 這條也叫做大馬路 進來已經聽不到雙層玻璃 直到前面 這麼漂亮的天際線 就是Metro Town 所以看到那裡有很多樓 然後這個是向南的單位 南和西邊的corner unit 也可以說是Bordeaux 這座樓裡面 其中一個最漂亮的corner facing 向西邊可以看到什麼 其實西邊的話 我們是Brandwood站 其實大家看過去那邊 都有一堆樓 舊樓多些 有幾座新樓 你看到後面還有天秤 那兩座高的 其實就是Gilmore Place Gilmore Place Gilmore Place 1819年的時候買 現在都建了 總共有三座 現在還未建好 那邊也是一個站 將來發展會有很多座樓 前面是Gilmore Place 好像在交樓 還是交左樓 再遠一點 其實大家向那個方向 看已經是單探方向 再後面有一些山景 已經是過了那個海 就是去了對面西溫不溫 另外很神奇地 如果再望向西南 這個corner 那邊很遠都有幾個天秤 那邊就是越起越高的Ockridge Park 那邊已經是溫西 那邊見到那邊有幾個天秤 那邊是Ockridge 以前Ockridge還未起高的時候 大家看不到 之後就看過去 就是Ockridge一堆樓 那所以這個方向 過去搭Skytrain 或者是開車的話 你是在Lowhee 或者是後面Haze 停留在Broadway走過去 就可以去到Downtown 二十多分鐘 那這裡走到Skytrain 又是差不多八分鐘左右 就可以走到 那所以交通上面都很方便 那這裡呢 我們在說我們後面 就是Solo下面 下面有那個Hole Food Supermarket 所以買菜都很方便 等一下我們這條片的花絲 就會是 我們最喜歡就是Hole Food那裡 買羊架 因為那裡的羊架 有時候是Graspac 還有好些東西 就回去阿基做羊架給我吃 好了 那說回這個單位 那我們這次有些幾特別的位置 就是這個單位 我們其實一年有兩個盤放著 所以大家過來買二手樓 可以買樓花 如果喜歡這個方向西南角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顏色 以及樓層 我現在身處的單位 是高一點的 十六樓 可以先認住顏色 因為有兩種配色 這個就是Morlake大地色彩 你看它的地面 它的櫃面 它是很相似的大地色 很舒適地看上去 然後待會跟大家看 我們會多放兩層 去到十三樓 另一個都是我的Listing 都是掛牌賣 它就有些特別了 它的顏色 先賣一下關子 等下大家再看 跟這個完全不同 還有我們也做了一些Staging 有些傢俬放在這裡 讓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單位怎樣放傢俬 其實這個單位的室內面積 是893呎 連900呎都未到 但是Carrie走進來 是覺得 它的感覺是多於900呎 比起我有時會去其他屋苑 就算有些很流行的屋苑 入到900呎 好像都不覺得 為什麼這樣說 門口有少許走廊 待會再看 你進來廚房 其實它很大 它長條形的廚房 它所有的電器 Carrie比較喜歡的就是 它的尺寸很大 這個Stove有36吋 然後大雪櫃 30吋 焗爐也是很大的 而且放在一個極舒適 以我的高度 170的高度 基本上是不用污下身的 唯一是微波羅 比較高 如果不夠高的朋友 就要單行梯 或者放一張小椅子 你看到廚房很大 一個整條Linear的 有個小小的Pantry Wall 可以放在雪櫃 焗爐 微波羅 還有很多的櫃桶 還有很多的櫃桶 全部都很深 你看到兩格小的 然後下面還有一格大的 整幅牆都是儲物空間 這些全部都按一下就可以開 然後隔離這兩個 剛剛還沒看的 這個是雪櫃 雪櫃 剛剛還沒說牌子焗爐 是Fogamilano 雪櫃和冰櫃是德國牌子 Libra 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剛剛搜尋過 它都是很大的 兩個大冰格的雪櫃 很高深 然後上面有儲物空間 然後再過來 剛剛說了 Fogamilano 就是36吋的 焗爐頭 它很多時候 5個5Burner的焗爐頭 很多時候都會做30吋 36吋的好處就是 你真的可以放到很大的鍋子和鍋子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5Burner縮了30吋的話 其實有一個在中間 變成你不是真的可以很有效地 用完每一個位置 這個叫做中間可以放一個很大的 這邊都可以大 這樣 它的焗爐頭也很有特色 大家看到這樣打開了 這個櫃也很有特色 不好意思 不是故意去設定這個單位 但因為可能太久 沒有回來看了 我很興奮 然後又看看跟我們平時 很多樓盤不一樣的東西 這邊有很多儲物空間 抽油煙機的風管 這邊有些控制 可以開燈和開掣 這邊的抽油煙機 這個牌子也不錯 它上面有4塊濾 然後 你看到它也多了一塊 小小的玻璃擋板 有時候如果你覺得油煙大 你不想它出出來 你可以這樣擺一擺 這塊東西也不錯 旁邊還有一些位置可以放東西 整個櫃可以手動拉下來 那檔面 兩個 還有背擋板 同一個材料 就是做得比較高 有Gabriator 除了Gabriator之外 這個洗手盆 這個Sync 其實是有兩個可以出水的地方 你還有一支花灑 怎麼用呢 按 為什麼沒有水 可能它關了水 不是 sorry 它是這樣用的 開了這個 你再按 它就會這樣 這樣 對 開大一點 這樣 它是同一個水管出來的 OK 有兩個水喉 它的Sync大 變成你一支水喉 有時候很難洗掉隔位 所以它會多做一支給你 下面也有一個很大的儲物空間 對了 做什麼 有Gabriator 沒有理由一條水喉 對 分開 一開二 一開二 所以你用的時候會影響它 上面一樣 都是這樣的 儲物空間 這個建築的Unit 它的分格很大 比較容易放東西 而且它剛剛的高度都很適合 你可以停在不同的位置 不過它會動一點 OK 冷暖氣也有 剛剛我看到上面的風管 所以跟大家說一下 好了 這裡就是洗碗貼機 小碗貼機是Bloomberg這個牌子 然後 焗爐 爐頭下面 就是三格 櫃桶 兩格小的 一格大的 它下面的櫃桶 它的push up位 是比較底部的 如果大家穿襯襯 就可以推 要不然就要用手 很低身去按 好 然後 就是有一個island 這個island 的話 都是櫃桶 儲物空間 都是兩格 一格小 然後 一格大 一格小的 儲物空間 也可以放很多東西 所以 廚房就是這樣 還沒完 那餐桌可以怎樣擺 你可以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放在前面 這裡 就看著這個景 去吃飯 或者如果你說 其實都是兩公公 兩個人的話 其實發展商在這裡 是做了一張桌子給你的 你可以一路拉開出來 這邊擺放兩張椅子 你已經可以在這個餐桌上吃飯 它都成重 很硬實 很硬實 對 所以為什麼Kerry說 這個單位 實用面積其實很大 就是整個單位 廚房也有很大的部分 廚房的這一邊 還有那邊 都有空間 所以你說這張桌 如果再不夠的話 你甚至是 你也可以考慮不用它這張桌子 你在這裡 廚房再放一張桌子 在這裡吃飯也沒問題 那邊就是客廳空間 這邊也可以吃飯 也可以 如果是我的話 如果我住這個單位的話 這個就是完美的工作位 很舒適 不是面壁思過 在釘裡面 你可以多放一張很大的工作桌 看著景色去做事 這邊是向西 所以會有西斜 但也會日落 這個單位是有冷氣的 所以就不是太擔心 其實已經有點熱了 所以要脫下熱 所以不是太擔心 夏天會不會太熱 始終也是有冷氣的 好 我們看看 它整個單位是有兩個房間的 八百九三尺 再開兩間房間 這邊客廳位 那它擺不擺到大梳化那些 待會跟大家下去 十三樓的Staging 你就會看得很清楚 它可以怎樣擺傢俱 進來這邊 整個主人房 是放在單位最入面 變成最private 客人不會經過你的房間 才能去到廳 另外看到 感覺上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它的房間的尺寸很大 這裡是本身的設定 已經看到它的電製 的闊度 是足夠給大家 擺一個King size床 之餘 我想這裡 一定可以擺一個床後櫃 這邊也應該可以的 沒問題的 因為它的衣櫃是兩邊開的 那衣櫃裡面 也有做了 closet organizer 有不同高低的Tone 然後有幾格櫃桶 有放衣的地方 對 兩邊衣櫃 好 這裡進來 就會是Master en suite 主人房的洗手間 特色的 它就是 升盤的長度很長 instead of兩個sink 其實它是一個sink 但是它有做到兩個水喉 這次應該是分開了吧 看不到 沒有 我研究一下 是不是分開水喉 分開水喉 沒有 它沒有影響到水壓 好 然後 同一個升盤 同一個升盤 是的 主人房的洗手間 是有地暖的 這邊有一個New Heat的按鈕 你可以把它調暖一點 因為它是Tile鋪了磚的 剛剛說了這個 是大地色系 大家可以認住這個顏色 待會再看另一隻色 喜不喜歡 它的櫃也是做了一些設計 這兩邊是打開可以儲物 這邊還有一個木框的東西 寬著一塊鏡 我覺得也挺漂亮 好像有點Style 座翅在這裡 然後 因為Sotera是一個意大利發展商 它也入口了很多歐洲 以及意大利的主要特色的東西 包括這個水龍頭 其實也是意大利的 原裝入口 你看看 你看看 這是Made in Italy 這個品牌我不會讀 看看下面的儲物空間 你看到它是打開門的 然後有兩排可以放東西 水龍頭也是比較厚的位置 不會佔太多空間 然後它的洗手間 的Shower 是比較大的 也是無框玻璃門 纖維底座 然後它的Stole 也挺漂亮的 不是Stole 是Tile 是Tile 好 很好 紋黃黃色 挺舒服 有一個可以Hand Hale的Shower 上面還有一個Ring Hat 這個牌子 其實我現在看到可以讀了 Giorra Ready 也是意大利的牌子 它應該是說那兩個水龍頭 以及這裡 整套都是同一個牌子 全部都是Made in Italy 我們就去露台看看 好嗎 再發現生氣 如果去露台 好 始終是Bramwood 屬於市中心 咦 火車來了 是不是 在哪裡 轉過來 轉過來 出到這邊 Bramwood 也是一個很便宜的地帶 所以打開窗 剛剛裡面的隔音很好 完全什麼雜聲 什麼聲 車聲 火車聲 什麼都沒有 但出來露台 真的會有聲量 我們現在看看前面 這裡 噢 火車 很多時候 之前跟大家分享 Bramwood的影片的時候 無論是上面的 Amazing Brandwood 大家都會關心 有條火車鬼 這樣 終於拍到第一次 因為第一次我們拍片 是發現是看到火車的 它的班子其實不太頻繁 因為我想一班至三班 是maximum 基本上可能它經過的時候 剛剛開始有些 比較吵的聲量 響一些 但現在一直走 就已經沒有聲音了 好 這邊是Willington 然後後面下去 就是Ward Highway 1 這裡就是最近的Costco 大家開車下去 五分鐘內已經可以開車 它的露台是長條形 你一路向南 嘩 今天可以看到Mild Baker 剛剛也沒有留意到 我們這邊是西 這邊是南 這邊是東邊 Costco方向已經是東南 今天天色很清晰 Mild Baker已經鋪了雪 還有旁邊的山脈都可以看到 好 現在繼續 看到嗎 好 然後很多黃魚很漂亮 I love 溫哥華 好 發覺我去到哪一個地方 我喜歡到哪一個地方 這邊就是西邊 西邊多一些樓 但前面都是平層為主 遠方剛才說了 看到山景 這邊就是剛才我說的 吃飯和書房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看另外兩間房 就跟大家揭曉 另外一個單位的色彩 另外一間房 對 另外一間房 好 剛剛我們看了一個主人房 剛才看到這個建了很多次 大家來來回回 有幾個Glass door 這個是它的第二間房間 它採用了這隻玻璃門的形式 它這個玻璃門的做法 跟我們之前有時看到 其他樓盤有些不同 它就是四塊Glass 每一塊都有一條自己的軌道 然後都有自己的stopper在後面 所以你一拉的時候 它那個不是 它是第二個stopper 即是怎樣 即是它不單只有一個 它下面那些是時備的 上面才是主要 對 上面也有stopper 對 好 停了 剛剛好 因為地板沒什麼力 對 剛剛好 就是這幾塊停了 對 就是這樣 所以一塊是fix的 三塊可以slide 而且呢 其實它是 它每一塊都固定了 你不能動了這塊 然後這塊不動 是不行的 就是你變成每一次拉 它都是很平均的 四塊有個shade 這樣 那你可以拉完 當然了 進來是磨砂的 所以你在裡面可能有一個很淡 很淡的影 你不會覺得看得很清楚 這樣 亦都因為是它這個setting 所以來到這間房間 採光都不錯 如果你關掉的話 你就不會看到外面 但是呢 外面的光都會進來 然後這邊呢 就是向西的 對 這邊就是向西的 這個房間 一個second bedroom都不細的 一定clean size可以放到 還有呢 都有兩門衣櫃 就是這樣 走廊位就有些燈小 它都有一個很大的控制 去調校冷暖氣 有cool 有heat 這個呢 就是second bathroom 跟剛才的長度短一點 一個sink 它就因為小一點 所以它就直接做玻璃的鏡櫃 這個磚很漂亮 木紋地板磚 那這邊呢 它就沒有了 剛才主人房 整個signature wall那麼漂亮 它就有普通的白色的tiles 比較特別的 就是它很多時候 鎖金 bathroom 就省比很多 很普通的 它這個也有做ring hat 還有有做Handhouse shower 都是兩套給你 然後呢 再走回來門口 它都用了每一吋空間 這邊進來 有一個雙門衣櫃 給你放東西 然後呢 洗衣機 就丟在整個單位最遠的地方 沒那麼吵 那就是bloomberg 歐洲牌子 乾衣機洗衣機 搭起 然後呢 這邊已經是門口 所以呢 雖然它門口進來 Colin Unit 都是有條走廊的 但是不算太長 就是沒有特意很多迂迴 很浪費的位置 把東西都收起來 好了 這個單位就看完了 現在可以看十三樓的單位 好 我們現在剛剛看完了十六樓 比我們高了三層的 十三樓 一模一樣的單位 整個layout 廚房、廁所設定 所有東西 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有一個地方是不同的 看看大家找不找到這個錯處 對 Cari稍微在評論留言區揭曉 這個單位的顏色和剛剛完全不同 它的地板 比較多的是咖啡 黃黃的 奶奶的 也不是奶的 比較像白色 我怎麼形容這顏色 咖啡色 淺黃色 淺黃色 這是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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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差不多沒有什麼指紋 不是反光 有些霧面 下面的櫃是黃色 桌面是白色的 地面是木紋色的 做了一個挺特別的對比色 剛才還沒跟大家開過上面 現在這個單位之前屋住住 現在陸續搬走 上面也有些儲物空間 剛剛還沒開 其實它的單位的儲物空間很大 我們有時候去看 它樓底很高 我們有時候去看 你看 這個沒有放那麼高 只能拆回來 這個上面也是儲物空間 對 剛才也沒有開到上面 因為有時候我印象中有些單位 上面的格很小 很窄的 很闊 什麼它沒有作單 哦 Yes 哎呀 That's the point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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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覺得它沒有drop down 沒錯 你可以去看我們 看哪幾天 它沒有drop down 所以變成整個單位 包括廚房 看過去都是很高樓底很舒適 如果大家想像一下 我們有時候看80%的condo單位 廚房都是drop down 就是說天花板 到這個櫃桶的一半 會下了一塊白色的東西 感覺就沒有那麼漂亮 它是把冷氣機管藏在後面 所以它沒有drop down 是不是 不是 剛剛上面有的 是嗎 上面有些封管 有啊 這裡 但上面那個是這裡 我們再上去看看 再看看 所以大家雖然是一個一模一樣的單位 其實是有些不同的 這邊一樣 升盤 有些櫃 我就不開了 裡面都是這樣 白色的面 雪櫃冰櫃 再開一次這個 看看 三格 不過上面真的很高 但不是 好像都是這樣的 Anyway 好了 我們循例走整個單位 剛剛因為單位是吉的 沒有staging 沒有傢俬 變成大家可能很難想像 會不會太窄 會不會放到沙發 會不會放到電視 我怎樣坐 現在就做了示範給大家 其實這裡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放二人沙發 或者甚至 Kerry覺得 你想放轉彎沙發 都不是不行的 不過 塗機就不可以那麼大 因為這個位置 其實都足夠你再放多個 可以放一隻腳上來的座位 這邊也有很多電掣位 在地上 後面有窗 這些全部都是密封的窗 可以開窗通風的窗 在這裡後面 然後電視機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 雖然這幅牆不是超級長 放不出很大的電視 因為它夠闊 它和Countertop的位置夠闊 變成它都可以放在電視櫃 你可以放在電視機 放在這裡 不用說要搞上場 這裡還有一些Nude位 其實這些位置都可以做儲物空間 又可以放一個扁的櫃 當然你可以做裝飾 這裡也是一樣的 我們先看看第二層 第二層可以做睡房 也可以做多個廳 如果大家真的 學Carrie 我們正常說 這個這麼漂亮的單位 如果只有兩夫妻 沒有小朋友 也不需要隨時留個客房 其實這個sliding door 這個sliding door 基本上是透光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做一個family room 或者書房 什麼都可以 好像現在他們這樣做一個living room 的設定在這裡 都很好 都很舒適 變成兩邊廳 然後兩個人吃飯 在這裡 我們去主人房看看 這張是Queen Queen 兩邊大床頭櫃 大家可以想像到King 就一定放到 不過床頭櫃小一點 就是這樣 然後洗手間 剛剛看了配色 主要是大家看看 喜不喜歡洗手間的配色 它又是一個比較strong的對比色 這個剛才是木紋 淺色的 現在整個櫃都是黑色 然後是很… 那隻鏈的質感很好 不會有手指毛那隻 下面是淺木色 地磚Tiles 基本上是黑白色的 黑白配 黑色的底色 然後有些白色的花紋 然後 Shower stove 的長磚 這幅Signature Wall的Tiles 就是白色為主 然後有些灰灰色的花紋 這個洗手間的設計 就是這樣的 那我們去看看 Second Dark Room 細廁所都是類似 都是這一組櫃 變成黑色櫃面 然後這邊都是白色Tiles 地磚有點不同了 就是這樣 兩個單位最大的分別 就是這樣 剛剛和大家看完兩個單位 完整走過了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個 樓層高度 以及哪一種顏色 我們在接下來的 這個星期六天 會做Open House 兩間都會一起做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實地上來去 對比一下 看看你們的心水 是哪個單位 兩間的掛牌價 都有點不同 策略是不同的 一間是接近100萬左右 又便宜一點 另外一間是超過110萬 大家可以來看看 之後認真再想哪間適合自己 再深入一下整個單位的 一些features 剛剛說了 室內面積八百九十三尺 兩房兩次 沒有書房 但有一個類似Open Bank的位置 給大家做書房位 或者其他用途都可以 樓下有一個車位 有一個Locker 管理費大約五百五十元 左右一個月 管理費是包括冷暖氣的使用 那單位是有冷氣有暖氣的 亦都包了Gas和熱水 當然還有其他 例如會所等等 地理位置方面 address是4488Juno 動樓叫Bordeaux 發展商是Sorterra 我們今天的分享 在屋的分享就是這樣 現在就去購物了 HOLD FOOD有很多不同的肉 而且它比起其他超市也不同 還有一些 還有grass bag 還有牛肉 還有很多grass bag 即是很餵的牛肉 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買羊耳架 很新爛牛耳架來的 還有後面的rack 33.9 它都有些獨立分開的 都是33.9磅 總價是47.36 誰做的? 你覺得? 當然你 我們今天極速做羊耳架 首先洗 不是,首先解凍 哦,對 不過你已經解凍了 對,我們剛剛在超汁市場買回來 所以我們不需要解凍 用最簡單的方法 做最好吃的藥架 好,我們先高效率 然後洗完呢 抹乾淨 看看你準備好的食材才算 準備好的食材 哦,好吧 我們這些 不是大師傅 不要 不要那麼高期待 執著我的程序 程序最簡單的 最快的 最懶人餐 好 風乾擺到 有些人說要批掉肥膏 那些都不批了 嗯 喜歡自己可以批掉 對 最複雜的就是這個程序 哈哈 等一下,雨熱焗爐 我的焗爐呢 用一半而已 等一下 分開上下焗爐那一整 我們用小焗爐 我們不開大焗爐 省電 是啊 但焗爐很浪費電 所以我們會用小焗爐 而且快一點 而且快一點 Upper Upper 預熱去45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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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20分鐘 計算預熱時間 首先20分鐘 然後開始開始 好 接著拍蒜 很喜歡拍扁 一拍扁了 皮膚 比較燃脹 現在蒜頭冷了幾個月 哈哈 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記得是在香港之前放下 但好像沒有壞 又不會發行 這個蒜頭 是不是我們在農場買回來的 不是 我們 你快點說 然後切粒 笑 笑 好怪 你叫我笑 你叫我笑 你笑很怪 你叫我笑 我打算讓你形成一個friendly 一點的印象 給大家 那不如兩把刀一起刀 那要洗一把刀 也要洗一把刀 又不是你洗 手機洗多 好 好 蒜頭 栽起備用 為什麼你會裝起 你以前不會 不是啊 要拌的 黑椒 黑椒 辣一點就多一點 沒那麼辣就好像這樣 差不多 接著這個 Rose Mary Rose Mary 迷迭香 迷迭香 多一點就香 少一點就沒那麼香 吃中 接著鹽 一匙巾 多一點 牛油果油 很隨便 你倒幾多油 又不說 很多毫色 倒到泡 那我們的味道 最主要是來自那些鹽 那鹽呢 就會將那些蒜蓉 蒜蓉呢 都煮到鹹 所以呢 主要的來源就是那些蒜蓉 這些蒜蓉 滲了一些鹹味 那所以焗的時候呢 最主要呢 我覺得 吃了那麼多次 最主要呢 那些蒜不要焗到焦了 哦 如果那些蒜焗到全部焦了 吃不到呢 變成黑色的粒粒粒 變了呢 你要丟掉那些蒜 你沒有味道就變了 嗯 所以呢 四百五十度的草呢 不能焗太久 好 拌好人家 這樣放在石子裡面 炒好剛剛 四樣東西 拌好的東西 五樣 蒜 黑椒 Rosemary 鹽 還有油 旁邊的茶 一粒蒜剛剛好 分量 對嗎 對 那這個樣子不用醃定的 不用啊 因為味道在外面 好了 這個已經搞定了 那呢 爐同時已經 那爐呢 要出回它 15分鐘 一邊熟 15分鐘 四百五十度 看這個模樣 嘩 嘩 看得到 好像很分脆 對 對 然後我們把 哦 把爐 它的骨子已經開始 離開 那麵頭已經可以了 裡面可能還要冷 所以呢 要調到爐 低溫 一百八十度 一百八十度 三十分鐘 低溫焗它 二十五到三十分鐘 嗯 很香啊 很想吃的 就是整個過程 大約九個字 剛才焗了十 準備食材 其實十分鐘內 同時準備食材 同時已經可以暖定爐 然後準備食材 塗完之後 就可以放進去焗十五分鐘 這個就沒有了二十多分鐘 然後再焗多二十五分鐘 就是九個字 十五分鐘就可以了 是 因為時間關係 Carrie要做事 哈哈 所以要縮短煮色的時間 是啊 我們焗了二十分鐘左右 看看什麽模樣 生生的 不過是 真的不夠啊 切開來吧 好 你說你想吃山的 是啊 好像有點山 我看到肉色 還好有血色 嘗嘗 嘗嘗 嘩 是不是很熱 OK 是我可以接受的山度 但應該不是每個人接受到 好像太山了 按山啊 好像太山了 蛤 我可以的 但應該不是每個人接受到 真的要再裂多一會 裂多一會 裂多一會 剛剛好 是啊 所以不能加醋 還是你試不試呢 當然試的 你現在試嗎 10分鐘後 不然現在嚇一口 我是不怕生的 我OK的 我OK的這個山道 很軟 很軟 很多汁 是啊 嗯 你要不要試一下 可以嗎 味道呢 你這個我試一下 剛剛好啊 我老公做的羊架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羊架 你給這個我試一下 嗯 嗯 醬給你吃 真是慘的 自己煮完 只要骨頭可以接近 不是啊 這個位最好吃的 最幼的這個位 OK嗎 好啊 哇 哇 這要吃三四個才夠 是啊 我們兩個人 一個午餐 可以吃完整個羊架 當然不需要 可以吃三個 有剩下兩塊 一人三 一人三塊 一人三塊 好 過了十分鐘 然後拿過去 開餐 好 好